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蘋果日報》的消息所說 TVB將會在月底時派大信封送無情計 約莫裁減800到1000名員工 到底這個消息是否屬實尚是需要有待引證 不過這個消息就說 無線因為收益下跌就打算縮皮 決定不再以傳統方式來經營 到底裁減了的員工又如何 有些人就會去開製作公司 然後TVB將會以外判的形式 將製作判給製作公司 這當然是有助於節省的成本 而且不需要養起一批人 這批人有需要搞製作時才會用 沒有需要的時候就投閒置散 他就變成了 對這班的員工是沒有責任的 到底這個是不是一個好的僱主呢 大家益有自行來判斷 到底TVB將來會不會 減少他們的自家製作呢 這個將會影響到他們的路線 如果大家有記憶的話 對於這個亞視 後期就已經取消了所有自家製作 他們就不拍劇集了 這個其實對亞視是相當之致命的 他們當時就打算貪便宜 就買這些外購劇集 比如說那些過氣的韓劇 或者那些大陸的劇集 買回來配音 實情是沒有人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個互聯網的世界 大家如果要看那些最新的劇集 就已經可以在上網 從一些無論是合法或是其他的渠道 就已經看到了 加上雖然他沒有配音 但是那些字幕組 是非常之快的 如果你看大陸的劇集就未必需要字幕 如果再去買這些東西 買回來的時候就已經是攤動了 除非一件事 你和外地的電視台 幾乎同步來播放 那你還可以競爭和互聯網 否則別人如果是 比如說哈寒 哈日 別人上網就已經找到了 這些片段 不需要通過你這個傳統的媒體來看 這件事已經是很嚴重的 如果你去減少自家製作 其實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你基本上現在再去serve那班的觀眾 就其實是那些老觀眾 看了你TVB很多年 就不會有新的觀眾 年輕的你一定不會看 這批老觀眾 你就要留住他們的心 是不是 如果你減少自家製作 他還需要看你 有些人就選擇關機 或者是看YouTube 看Netflix 走一個就是一個 轉台一個就是一個 這個情況下 如果走下走下的時候 你才會減少 自家製作 因為 你沒有人看 收視跌 廣告收入又跌 那你又縮起 又多人走 其實這樣就很傻 就等於巴士縮班一樣 沒有人搭就縮了 一個小時一班 兩個小時一班 就是越來越少人搭 遲了才會減掉 你只想一下這件事到底是不是應該 減少自家製作 是很嚴重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TVB這樣的情況 尤其是下半年的收入減少 主要廣告收入 就是受到反紅媒的運動影響 那為什麼你無線會被人按 CCTVB 就是因為新聞報 你的新聞報道是不公正不公道 你這樣的情況下 你又要維穩 又說要收入 那其實是有等價交換的 沒有得兩者兼得 除非上邊開水喉 吐住你 但是看來沒有這個機會 是不是 好了 另外就說一下 計收市的方法 其實都是挺強硬的 大家知道以前計收市 亞視無線的年代 是怎麼計的呢 就是有一些特定的用戶 他們有個機頂盒 大家未必知道 這件事 他們有機頂盒 就安在他家的電視機 附近 當他來到他看電視的時候 就要按按鈕 例如說有多少人看 他就一直記錄著 你看多久 要按按鈕 以前這個就是為人救病的 你為什麼可以幾百戶就代表了全香港呢 但是這個也叫做一個比較科學的方法 現在你就用一個什麼方法去計算呢 就叫做跨平台總收市 什麼叫跨平台總收市 就算了 還有那個所謂MyTVSuper的機頂盒 手機的應用程式 以及互聯網的點擊 這件事就很奇怪了 你作為一個傳統媒體 以前就很看不起互聯網 即是Internet 一向你都當是臭死的 好了 現在你為了收市 出來的數字是比較好看的 可以上去二十多點 如果不計算 其實只有十多點 現在你為了劇集 收市是比較好看的 你就算了這個你以前很看不起的互聯網 現在我們也是互聯網 我感到很感恩 為什麼呢 如果不是YouTube平台 不是互聯網這個平台 我和大家的益友 基本上就沒有機會 在空氣當中 但是就受惠於互聯網平台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但是TVB 現在才算 因為有它的好處 好了 他就說一點收市 代表六萬五千五百四十人 我當他六萬五千人才算 如果你這樣計算互聯網 機頂盒 手機程式 其實很多亦有都是用手機看我們節目 好了 你就說一點代表六萬五千人 我們周時的片 都有六萬五千人看 已經一點收市了 但是大家看看 我們的製作成本 跟他相差很遠 大家再看看 現在YouTube 不用說了 收市最高的台 一定是老蕭 老蕭每天的片 點擊的數目有百多萬 你除了 六萬五千五百人 就是為之一點收市 老蕭每天 就百二萬點擊 至少都有 他才是十七八點收市 跟TVB的旗鼓相當 你想想 為何 互聯網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和空間 TVB要算 連無淡市 已經算了 才只有這麼多 其實是在沒落 大家都看到 甚至其他 別說TV裁員 有些台已經裁了 被以為有線的開電視 哪有人看 ViuTV 其實是開得不合時 所以我就替王偉基 幸運 CY當時 打算不讓你開 其實是 是益了你的 如果你當時開到 那你就糟糕了 你到時 隨便都不行 因為一定是虧的 你現在在香港做這些 傳統的媒體 基本上是沒得做的 因為市民的生活習慣已經改變了 他不再只是看你那些傳統的媒體 基本上不要說 電視 電台就已經沒人聽了 就算大家聽商台 都是開那個 Tuber 要不就開手機apps來聽 報紙甚至乎都不買 就已經開了 手機程式來看 是不是 整個生活習慣 已經被互聯網影響得很嚴重 這件事是回不了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一下 關於 有一個水務署的報告 他們就有一個叫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2019 就是公開了出來的 根據這一篇的報告 他就講到 關於2040年的時候 香港的水資源會怎樣運用 展望是怎樣的 他就提到 將來 到底香港的水資源的來源是有哪些方面 第一就是東江水的供應 第二就是本地的雜水 第三就是海水化碳的食水 但是東江水依然是佔6至8成 而海水化碳依然只有5% 馬上就受到很多網民的聲音批評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供水自主的聲音 其實就已經在香港醞釀了很久了 今天水務署自己也批出了一個合同 就是關於張君澳的海水化碳狀 總值90億元 這個相當好的 有利於民生 有利於香港未來的供水自主 但是你遠遠不足夠 怎麼會去到2040年依然是佔5%那麼少呢 你仍然是很依賴東江水 大家都知道東江水 每一年都加價 而且買回來的時候 是需要處理的 你輸水的成本也有 淚水的成本也有 你買回來的時候 從現在每立方位是5.9元 但是經過過濾以後 是多少錢呢 就是9.5元 總共加上客戶服務等等 包含所有成本 9.5元 但是現在海水化碳的成本是多少呢 包含12.5元 其實就差3元左右 但是 大家都會覺得 遲早會不會出現一個黃金交叉 就是 東江水的價格會加到一個地步 是跟海水化碳差不多呢 是不是呀 而且現在那個滲透的技術 已經是成熟了 以色列都在用 很多國家都在用 以色列的製水成本是多少呢 大約每立方米港幣是4-5.5元左右 其實很低 因為你這個12元半 加上建築成本 總之你什麼都加下去 就12.5元 但是長遠來說 都是比你依賴單一水源 其實很多香港市民 尤其是本土派的支持者 就是要求這件事 你不能只看目前這一刻 你要看長遠 新加坡就是要看長遠 是不是 因為水資源的運用 不單止是家用 還有工業用水 也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這件事 不能夠是長期依賴 這個東江水 結果這些網民 罵爆你 找笨實 因為大家都不滿意 為什麼你依然 不斷益大陸呢 是不是 大陸當然 就覺得這個水資源 豬多藉口 一會兒又說 這個是戰略資源 什麼什麼 根本上就沒有問題 其實你是想賺錢 是不是 搞這麼多東西 因為你買到貴一貴 大家對比起 深圳和東莞賣水的成本 和我們香港賣水的成本 差多少倍就知道 所以希望 多些興建 這些有利民生的設施 好過你建了 17億天橋 或者 音樂噴泉 沒有意義的 原來你建的海水化碳廠都是90億 你建的天橋17億有什麼作用 是不是 少建一條天橋 少建幾部電梯 就是多建海水化碳廠 香港沿岸很多地方適合 不要說沒有 是多餘 新加坡也做到了 是不是 別人做到的事你做不到 以前老董經常叫人學新加坡 那時候新加坡也沒有香港那麼威水 現在你真的要學一下別人 在水資源的創造方面 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